2019年12月 水利部公布了第一批历史智水名人 12人中第一位就是我们熟悉的大羽 而其中还有一个更为熟悉 却用陌生的名字 苏氏 为什么苏氏会是历史智水名人 他不是专写中学必备课文的吗 而当我深入挖掘苏氏 他不仅是文学家 画家 书法家 美食家 段子手 瑜伽达人 还是智水专家 抗红英雄 基建工程师 我国非著名医生 大家好 我是志祺醉女rap artist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石边形全才科学家苏氏 他为何有如此远见大搞基建 他又如何防汛抗洪 保卫人民生命安全 他是如何治理西湖留下两个著名景点 他又是如何搞出中国第一个自来水系统 和中国第一家公立医院 因为我现在正在发烧 可能会有鼻音 大家见谅 苏氏 自此瞻 出生在四川眉山 爷爷文盲 但家境也算中产 他爸苏氏 年少游手好闲 27岁突然内卷 然后发愤读书 成了三字经理的苏老全 他弟弟苏哲 爱歌狂魔 当年从县令一路干到上书幼城 就是为了捞一首哥哥 苏氏20岁进京参加公元考试 被大V欧阳修疯狂安利 他容声大宋顶流的同时 也顺手考了个编制 只是苏氏的故事 自此就往乐观豁达的方向跑偏了 其仕途一波三折 除了被扁 就是被扁得更远 详情请见第一期视频 这期视频结尾 可以看到转列 总之他后世评价苏氏 除了唐颂八大家 苏家占了仨 就是仕途坎坷万端 豁达豁达 还是他妈的豁达 但是这些 只是十分之一的苏氏 先说第一点 我国非著名医生苏氏 苏氏有既是旧人之心 喜欢收藏民间民方 一千多年前 他就做了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把所有收藏的民方 整理成册 叫苏学士方 后人把他和省阔的梁方 合编成著名的苏沈梁方 他不但流传华夏 还远博东洋 书中的质保单 苏和香丸 效果很好 我随手一查 苏和香丸 至今都是医保甲类处方中程药 用于痰迷心窍所致的 痰觉昏迷中风偏瘫呢 那医学方面 苏氏最大的成就 并不在于收藏药方 而在于自我养生 有人就曾分析过 苏氏一生试图坎坷 两期一切都在他扁关 潦倒的时候死了 但苏氏却能一路扁到海南岛 还精神绝朔身体健康 最后活了64岁才去世 这与他数十年如一日 坚持养生有关 他是咋养生的呢 东坡至林记载 苏东坡宣称的养生秘籍有四 一约无事已荡贵 二约早晴已荡妇 三约安部已荡车 四约晚时已荡肉 这话是不是很耳熟 不悲不喜早睡早起 卖开腿管住嘴 然后就能多活几十岁 就像苏氏每天坚持早起 起了床就开始梳头 把梳子都梳得突如扯了 他还写诗自嘲 老智从我酒 耻书寒清风 每天晚上呢 不仅早睡 睡前还坚持洗脚 洗脚也很讲究 水要没到膝盖 还要冷热水交替加好几次 洗完了还得按脚 苏氏堪称北宋桥山 精神沈阳人 那吃就不用说了 作为东坡肉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明者 苏氏美食家的名头绝非浪得 苏氏不但会做饭 还能把吃上升到理论 他说要以饥饭食 喂饱先知 散步逍遥物令复空 就是说饿了才吃饭 别吃到太饱 饭后要摆步走 还不能饿着 而除了吃的方法 还有具体的用量 苏氏擅长食疗 他特别推崇吃芡食 认为芡食有滋润脏腑的作用 每天10到20个 一个一个慢慢嚼 当我搜了一下 网上说芡食是一种中药 常用于一斤滑斤 一尿尿瓶 我也不知道 苏氏为啥喜欢吃这个 那养生光吃是不够的 俗话说七分吃三分炼 苏氏还是北宋著名的健身区网红 1079年 苏氏因屋台诗案被贬到黄州 被监视居住 然后宠哥狂魔苏哲去送他 苏氏看到从小体弱多病的弟弟 满面红光 精神焕发 很震惊 弟弟道出原因 是他跟着一个道士 练了十几年瑜伽 治好了病 于是苏氏一到黄州 就找了一家道观 闭关49天 学会了练瑜伽 当然 历史记载 苏氏练瑜伽 并不追求动作的优美 他擅长的是盘腿打坐 唐僧直呼内行 另外他还写了好多养生文章 后来整理成东坡养生级 成为我国养生学中 珍贵的资料 这还没完 作为公共卫生专家的苏氏 最大的成就 是建立了我国第一家公立医院 他第二次到杭州就认识 杭州正爆发严重的瘟疫 苏氏亲自到防疫一线 采用秘方圣伞子 不问老少建梁 各扶一大盏 很快便控制住了瘟疫 而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苏氏还自掏50辆黄金 再加上政府拨款 在城中修建了一所叫安乐房的医院 当然也不仅是杭州 苏氏还把在杭州的施政经验 介绍到了广州 建议广州也修建医院 来防治疫病 苏氏是人民的父母官 遇到各种问题 啥事都得干 1077年4月 42岁的苏氏就任徐州之州 这是徐州的最高行政长官 而苏氏刚上任没多久 就赶上黄河绝口 夺四入怀 洪水包围徐州城情况十万火鸡 万千百姓是去是流 城池苍岭是弃是首 身为一州之首 苏氏要怎么筹谋 我不知道苏氏当时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活动 他只在诗中说 既穷路段 剩下的只有坚守 而灾难来袭时 大户人家都要跑出去避难 苏氏则亲自坐镇城门 下令不准任何人出城 他说五在市 水绝不能败城 我在这 就绝不允许大水 冲了徐州城 苏氏组织全城百姓防洪驻堤 他身先士卒坚守城头 然后因为殉情危急缺乏人手 苏氏倾赴徐州进军驻地 不顾作乱之嫌 恳请进军参与抗洪救灾 经过七十天的奋战 苏氏带领徐州军民成功抗洪抢险 而为了防洪 重视激健的苏氏还奏请朝廷拨款修大堤 已知在之后五个多世纪 一直到明朝 徐州城虽然仍有水患 但拥有这个大堤的存在 一直能安然无恙 明代诗人无宽说 自攻去后无百载 水流无尽 恩无穷 那抗洪只是小事牛刀 作为水利不平选的治水名人 苏氏更擅长的是水利建设 苏氏第一次搞水利工程 是在陕西凤翔 1061年冬天 苏氏到凤翔当关 发现古迹尹凤池的池底 沉浸了大量的淤泥 但池边风景还是挺漂亮的 苏氏就将西北方的凤凰泉水 引流到湖中增加水量 治理好的尹凤池 不但为当地人民 提供了一个六弯的场所 还能防洪灌溉 解决城市用水问题 它也被苏氏命名为东湖 苏氏职业生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在东湖却是西湖 杭州地处江海之间水味咸苦 唐代饮西湖的水做成六个井 白居易有疏通西湖 饮水入运河 再由运河取水灌溉 农田保证人民饮水充足 杭州才日渐富裕 之后苏氏在1071年 第一次到杭州做通判 也就是副市长时 那里还风景如画 他说欲怕西湖比西子 淡庄浓膜总相宜 可是等他第二次到杭州的时候 风景如画的西湖 已经出现大面积淤色 由于维湖造田 西湖的生态环境已经恶化 水灾汉灾交替 六景也几乎废弃无用 关键是运河也开始淤塞 水路交通出现问题 水汉灾害又引发疫病流行 作为当时杭州最高领导 苏氏决定马上进行水利设施建设 然后景点就来了 他先是组织疏通茅山运河和盐桥河 解决了居民的出行问题 然后组织疏郡西湖时 因为淤泥蜂草没地方堆放 苏氏决定将淤泥蜂草就堆在湖中 用他们筑起一条贯穿南北的长堤将西湖一分为二 堤上造六桥 夹道种植芙蓉杨柳 这就是著名的苏公堤 从此西湖南北就有了一条快车道 人们再也不必绕湖三十里了 苏堤的建设也既解决了淤泥堆放的问题 又便利了交通 还使西湖多了一个景点 苏堤春晓 然后第二个景点来了 为了巩固西湖治理的成果 苏氏组建了开湖司 专门负责对西湖的管理维护 还颁布了相关规定 划定了保护区 为此他专门建了三座石塔 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许搞种植 这三塔就是著名的三坛应越 那除此之外 为了防止西湖再度淤色 苏氏决定把岸边的湖田租给农民种林角 因为农民在潜水种林需要清理水草 寸草不留才能下种 这么一来既解决了湖面清理问题 又能开心的收缩租金还顺便解决了农民的生计 一举三得了属于 最后 苏氏还组织技术人员实施了输水管道升级改造工程 将饮水主管一律改为瓦桶 并用石槽包上 使得杭州的供水系统非常坚固 他还开辟新井健全集水管网 使得西湖干水代变全城 让全城百姓都能喝上甘甜的西湖水 总之对于西湖的治理 苏氏非常得意 他写诗说我凿西湖环旧官一眼已进西南壁 而治水专家苏氏对西湖又似乎有种偏爱 后来去颖州他建设了颖州西湖 去惠州他又把惠州的风湖叫做西湖 中国的三大西湖都与苏氏有关 西湖长的名号苏氏当之无愧 在被贬惠州期间 苏氏经常和广州市长王谷同志通信 因为苏氏地方行政经验丰富王市长就向他请教 广州当时很大的一个问题是 由于地处沿海地下水又咸又涩 广州人饮水困难 有钱人能跑到山上接泉水喝 穷人则只能喝苦水 这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春夏之交常常异病流行 苏氏就建议搞中国第一个自来水工程 王谷同志欣然采纳 他们先凿出一个大石槽 用大竹管做管道把泉水从山上引到城里 存在大石槽里 然后再用竹管把泉水散流泉城 这其实和现代自来水系统很像了 有除水有输水 而城市自来水系统最重要的是日常维护 为了便于寻查管道有没有赌 苏氏又想出巧妙的办法 叫王谷在每根竹管上钻绿豆大的一个小孔 用小竹针塞住洞口 抽出竹针看看出不出水 就能知道这段到底赌没赌 这就大大节约了维护成本 从现代眼光来看 这也是工程管理上的大创新 于是饮水工程完成后 广州居民的饮水条件大为改善 广州也成为有史可证的 中国最早拥有自来水设施的城市 当然苏氏所到之处景点是少不了的 白云山上的东坡饮水了解一下 那在水利建设方面 苏氏不但是个实干家还是个理论家 他经常把自己治水经验总结写在奏章里 他在与之所通水之法阐述到 水灾不仅与河水滩汗有关 还与人们爱尺寸而望千里的短视行为有关 如果人类活动过度的挤占了水的活动空间 与水争地 那么水就会积而作之 向人类实施报复 可以说苏氏的理论水平也是很高的 总之正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 对水利工程师苏氏的评价 我简直不由的要说苏东坡是火命 因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汗 不管身在何处不是忧愁全城镇的用水 就是担心运河和水井的开凿 有人说苏氏像是从文艺复兴穿越来的人物 特别像达芬奇 啥都懂啥都很厉害 他能写诗文能画画 能搞基建又是美食家 他既懂医学又练瑜伽 既会治理西湖又可以抗洪保家 但你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苏氏做的其实是一个官员的日常 作为主政一方的长官 基础建设是日常 公共卫生是日常 水利治理是日常 抗洪抢险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苏氏只不过是进到了一个好官的本分 我们之所以觉得苏氏是六边形战士 是因为能进到本分的官员 在那个时代过于稀缺 但这样一位进到本分的好官 却一生都在动荡中漂泊 晚年还在起伏陈落何等唏嘘 为广州造自来水系统的时候 苏氏已经一扁再扁 处境十分艰难 相伴半生的爱妾昭云刚刚去世 在生活严酷的崔逼下 他心里想的依然是要为百姓干点啥 当我们走过黄冈 杭州 惠州和海南 当地老百姓仍世代流传着东坡肉 东坡井 东坡村 东坡田 东坡京 甚至东坡化 很多时候苏氏就像个傻子 朝廷容不下他 他就一次次离朝做地方官 他将人生的下坡路走得过于顺叹 而先扁宁远再扁惠州 六十二岁垂垂老矣 又被送到天涯海角的海南 他却只是校园 沧海何曾断地脉 朱牙从此破天荒 苏氏临死之前曾写过一首诗回顾自己的一生 心似以灰之木 深如不细之舟 温如生平工业 黄州 惠州 丹州 我想那时的他一定特别骄傲 他用乐观豁达写成了不朽的文学家 他将日日夜夜奉献给人民与国家 而无论是画家 书法家 美食家 还是科学家 都无法概括苏氏的一生 他留给后世的是一个炙热灵魂的万世芳华